成峰2023 一公舞台结束后 正所谓黑红也是一种红 成峰2023的舞台尤其是如此 因为一公舞台的小考结果 陈奕涵被卢靖山这组的成员投赢了 这波操作也让网友对徐怀玉在成峰2023 后面几期节目的命运产生了幻想 参加成峰2023 徐怀玉仿佛是拿了反派的剧本 别的姐姐上热搜都是美啊 颜值高啊唱跳争议啊 徐怀玉上过几次热搜 都是滑水或者是和别的姐姐 不和徐怀玉孤单的坐在那 这样类似的话题也将徐怀玉推到了风口浪尖 她的关注度也是直线飙升 成峰2023 刚刚进行完出舞台和一公 徐怀玉仿佛已经被贴上了 不敬业不和群这样的标签拿了不好的剧本 徐怀玉要怎样逆袭呢 二公舞台徐怀玉和张嘉尼 赵丽娜组成了临时组 不过这个组合想要逆袭真的是太难了 而一旦他们不能取得好成绩 一定会有人离开的 但这个人不会是徐怀玉和张嘉尼 因为他们还有话题还有余热 所以这个临时组离开的姐姐只能是赵丽娜 也有人预测 徐怀玉要在三公后被淘汰 不过 看往上路透的三公组合 徐怀玉被选到了陈佳化这组 如果真的是如此 那徐怀玉或许是真的要开始逆袭了 成峰2023总是需要一些话题的 徐怀玉被称为平民天后 她曾红极一时 纷飞 踏浪 我是女生 等歌曲 曾被广泛传唱 她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女人 形象好 唱歌也很甜 演艺事业曾如日中天 就在很多人认为 徐怀玉会在娱乐圈大有作为时 徐怀玉却被封杀 徐怀玉当年之所以被血藏 据说是她参加一个商业活动 因为嗅到了危险 徐怀玉没有打招呼就和助理逃走了 最终徐怀玉的公司被索赔 徐怀玉也摊上了官司 那以后 徐怀玉的演艺事业 开始一塌糊涂 很多人都为她可惜 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却从云端掉了下来 今年也是徐怀玉准备卷土重来 全力以赴复出的一年 参加综艺 线下演唱会 商演 徐怀玉最近很忙 这也出现了一工舞台 徐怀玉因为训练时间不够 录灯下的小姑娘 表演滑水的现象 很多观众会以为 徐怀玉参加 成峰2023是在吃老本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毕竟浪姐的热度摆在那 可惜的是 没有拿到好的剧本 徐怀玉参加 成峰2023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然 如果徐怀玉收敛自己 并且放低姿态 只要有像陈佳化这样 很有分量的姐姐 愿意向她抛出橄榄枝 徐怀玉就会有逆袭的可能 毕竟徐怀玉的人气在那 她身上也是具备话题的 这与浪姐的调性 还是很合的 有人说 徐怀玉会在三宫就被淘汰 但如果她真的完成华丽的蜕变 后期的节目 徐怀玉极有可能是那个发力的人 毕竟她的实力摆在那 曾经的代表作也不是虚的 成风2023后续的舞台就看着拿了反派剧本的徐怀玉能否成功逆袭 最终让观众刮目相看吧 专业歌手许静韵在对内小考中 居然会输给演员陈一涵 引发了网友大规模的讨论 很多观众替她鸣不平 因为失败的理由太过牵强 因为陈一涵很努力 所以就淘汰掉更有实力的许静韵 这个逻辑再怎么粉饰都相当令人无语 其实许静韵从决定参加 成风2023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是来充数的 天时地利人和 她一向优势都不占 天时 经纪人把全部心思都给了刘亚瑟 许静韵和刘亚瑟的经纪人都是霍问希 可是当成风2023官宣后 霍问希找来谢霆锋 龙祖儿 慧英红 任达华 钟兴童 蔡卓妍 古巨姬 李克勤 彭于燕等大咖为刘亚瑟加油助威 对许静韵则是不闻不问 引发许静韵粉丝的不满后 她发文为其加油 但文字里怨气满满 加油 好好练习 相信你自己也可以的 在后续的宣传中 霍问希给刘亚瑟安排了大片血针 数个热搜 许静韵的宣传物料 则全部源自节目组 但这件事又不能说霍问希做错了 刘亚瑟氏金像影后 热度正高 吸睛能力更强 换作任何一家演艺公司 也会把更多的资源向她倾斜 在娱乐圈 不红就是一种原罪 今年是许静韵与英皇娱乐签约的第十年 她岂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地利 老乡听老乡姐姐们很抱团 从广播里得知陈亦涵留下 许静韵被淘汰的消息后 Ella 贾静文第一时间冲上楼去恭喜陈亦涵 他俩看见许静韵后 努力压抑住内心的喜悦 还虚情假意的上前安慰了几句 Ella说会有机会再见的 可是在后来的采访中 贾静文毫不掩饰地表示 我和陈亦涵比较熟 看到了她从原来什么都不会 到现在这么努力被我们看见 这件事情的美 而同为大湾区姐姐的蔡少芬 才是真正遗憾许静韵被淘汰的那个人 她从自己的训练室跑出来 给了许静韵一个大大的拥抱 有一个小插曲不得不提 就是在对内小考的前一晚 卢静山祖局请大家吃饭 Ella、贾静文都在邀请之列 当时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 而许静韵在另一个角落独自练习 被人喊了几遍 才回来吃饭 后来许静韵又去了刘亦云 谢星等人的房间 还搂着王嘉宇说了一句 我觉得每次结果都很出乎意料 或许当时她已经察觉到了一些东西 贾静文、Ella的出现 甚至可能吹一些耳边风 足够影响卢静山、孙岳、瞿颖等人的判断 其中很明显的一个改变是 瞿颖一开始与许静韵走得比较近 可是那顿饭吃完之后 她对许静韵再没有过于亲密的举动 而孙岳、卢静山一直更支持陈奕涵 人和、陈奕涵很会利用自身优势 陈奕涵很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非常擅长展现自己的柔弱 博取同情 而且看似不经意 却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她的努力 汪小敏说 陈奕涵确实很辛苦地在训练 但是她一直都不太乐观 总是一副 我最后拼一把就离开了的样子 她一直跟我们渲染要离开的情绪 卢静山说 奕涵是一个坚强的女孩 很多东西 她不一定会说出来 很多努力是不会让别人看到的 陈奕涵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努力 可是现在还有谁 没看到她的努力吗 如此心机和手段 令人佩服 在正式考核环节 音乐总监赵赵和舞台总监经纬 都认可许晶韵的专业实力 但画风一转 又对陈奕涵的舞台感染力大夸特夸 的确 无论从长相到气质 大眼睛扑扑扑扑的陈奕涵 都比冷艳形的许静韵 更少攻击性 也更懂得发挥自己女性柔美的优势 在对内投票环节 卢静山坦言许静韵更胜一筹 但陈奕涵的进步很大 再过十天 她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时时务的瞿英马上接了一句 也有会有更大的惊喜 其实 他俩的话音一落 聪明的观众 就已经知道许静韵的结局 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淘汰掉一个更有实力的选手 只有许静韵受伤的世界形成了 即使没有陈奕涵 许静韵也注定最后不能成团 从他受观众喜欢投票排名 倒数第一 就能看出端倪 但给了他一点点虚无缥缈的希望 让他努力去争取 最后又因实力 比不过努力而被淘汰 那就有点戏耍人的意味了 出道13年 许静韵会不知道这一点吗 但他依然想为自己多一些镜头 节目组也确实做出了补偿 当期节目65分钟 40分钟都在演这段精心编写的淘汰大戏 论实力 许静韵在年轻歌手中名列前茅 但离爆红总是差了一口气 时也命也 或许这一口气 就是歌手和顶流明星 无法跨越的一道鸿沟 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解决 承知